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我们看看面试的进展流程 我们在面试中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 以及在面试前面试中 我们需要怎么做 才能使得我们的面试效果最大化 一般而言 面试的展开有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个肯定是物色心仪的公司了 那么看好心仪的公司之后 最好的方法是通过内部员工 加强对公司目标公司的文化 制度等方面的理解 同时获取薪酬福利等物质奖励方面的信息 这些信息从内部员工来获取是最为详实的 因为内部员工对这些方面有切身的体会 因此如果能从内部员工入手的话 得到这几方面的信息会更加 以真实会更加贴近 也更加详实 第二就是面试好 第二就是物色好目标之后 就是要向公司投递简历了 比较好的方式呢 是通过猎头投递简历 由于物质上的激励作用 猎头对助成公司以求职者的结合方面 有很强的动力 同时猎头一般会跟公司保持的HR 保持比较简密的联系 如果能够通过猎头大桥 简历被接收的概率比较大 比链头更好的方式呢 也就是最好的方式 实际上就是员工的内部推荐 这是简历被接收的概率最大的情况 大家如果认识内部人的话 尽量请内部员工帮忙 并且不要怕麻烦别人 因为如果推荐成功的话 推荐人往往会有一笔价值不菲的推荐奖金 像我原来的公司 如果推荐成功一个人的话 得到奖金是8000到1万 那么我以前有一些同事 因为连续推荐了好多个 连续推荐了好多个候选人 所以他得到的奖金 推荐奖金比他半年的工资还有多 所以不要害怕 麻烦你的内部员工朋友 第三是简历被公司接收之后 那么往往他的面试流程是这样的 一开始可能会有一轮电话或网络面试 一般是以提问或应答的方式进行 现在有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 第一轮公司往往会要求你在编程网站上答题 公司会在专门的编程网站 例如Codility Hackaround等挑选出算法题 面试者先在上面编程 然后再到现场面试 亚马逊的第一轮是喜欢在这个网站 Hackaround上出题 那么现在一个比较火的 这个移动互联网公司叫APPN APPN就喜欢在Codility上出题 一般他们出的是两到三题 每题平均一个小时 要求你在给定的时间里写出代码 然后将代码提交到网站上 最后由相关人员评估你提交的代码质量 以决定你是否进入下一轮面试 那么实际上现在这一轮在网上的这个 编写算法题的这一轮面试难度就已经不小了 第四呢通过了这个网上考核之后 就可以到现场面试 现场面试一般由若干轮组成 技术面试的话 每一轮都会有一到两个工程师 给你到一个小黑屋里面进行技术交流 最后一轮可能是跟部门老板或HR交流 我曾经在微软面试过 那么技术面试就有五轮 这是现场技术面试 那么技术面试之前还有一轮是电话面试 那么在现场的技术面试中 每一轮都会有一到两个工程师出题 然后让我在白榜上解答 如果你通过所有的工程师考核之后 最后会把你送到部门的头头那 以BOSS沟通 沟通完了 最后HR才过来跟我谈个人的待遇问题 那么整个过程下来是将近一天 八个小时是比较累人的 那么大公司的面试 像微软啊这种大公司的面试 往往都是这一种非常严格的流程 我们再往下看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着重注意的是简历的制作 简历的编写其实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以前我在公司做面试的时候 发现很多球述的简历要不写得很单薄 根本就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要不就是结构散漫无序 这种简历看一眼就没有耐心 看下去就直接丢掉了 那好的简历我们看看 他们会具备哪些主要的特质 第一是根据目标的公司 我们的简历里写 要具备明显的针对性 要具备明显的针对性 如果你面试的是阿里巴巴后台开发的职位的话 那么根据这种职位的特点 你的简历中要好好强调你对高并发服务器开发的经验和能力 假设你要这么写我有五年高并发服务器后台开发的经验 在外公司曾经使用Hadoop 大件包含100台服务器的集群 使得公司的网站的请求处理能力达到每秒千万次 要有这种专门类似的比较详实的针对性的技术描述 这是一点 第二是你要将你区别于其他人的技术特长放在最开头 一般而言简历的阅读都是从开头到结尾顺序读取的 一些好公司的HR由于每天要处理大量的简历 因此他们往往扫描简历的开头集行 如果没有发现亮点那简历就丢掉了 所以简历开头就要列举你参与的重要项目 发表过的论文 开源的项目的GitHub链接等等 以及技术文章所发表上的 所在博客上的发表等一等 那么这些特点要在开头就简洁明了的罗列出来 第三点就是简历的排版要简洁 防止出现过多的错别字 英文简历还要注意单词的拼写和语法的正确性 第四点是简历最好要附带展示你个人信息的链接 例如你个人主页的URL 博客地址 开源项目 或个人项目的GitHub链接等等 这几个这一点非常重要 根据最近我在Offer 100 也就是一个专业的 开发人员招聘的一个公司上看到 有一个应聘人员在一周之内接收到了94个面试邀请 那么为什么他会在一周之内能够接受如此多的面试邀请 最主要的就是他做了这一点 他在他的开源 他在他个人的项目的GitHub上有各种技术的实践链接 也就是说在GitHub上他展示了他的很多个人项目 那么通过自己动手做的项目给这个想要招聘人叫招聘人的这个互联网公司得到了对他技能得到了很好的认识 由于他这个个人项目这个GitHub的链接就相当于把他个人的实在作品展现了出来 展现个人作品的同时也展现了他个人的技术实力 因此所以他在一周之内接收到94个面试邀请 是这个offer100里面单周接受这个面试邀请最多的人 那么他最主要的关键点就是他的个人项目比较闪亮 所以这一点在现在是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平时这个个人项目开发方面的积累 这是第四点 第五是要注意控制简历的长度 最好不要超过两页 第六是不要浪费版面去罗列个人的爱好 例如喜欢读书爱好锻炼等 死列不利公司技能筛选的农余信息 这些东西都不要写 那么像前面提到的简历投递最好要通过是内部员工 根据统计的话 内部员工推荐的成功率是我们自己在线提交了50倍 那么我个人的经验感觉50倍都不止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面试的有效策略 在一个小时的面试之中 一般包括开始几分钟的自我介绍 以及对你简历上一些相关问题的提问 那么接下来的45到50分钟 一般来说都是算法和算法的设计和编程的实现 大多数情况下 面试官会给你提出一道算法题 让你给出思路 然后在白板或朝稿纸上将算法写成代码 那么有些情况呢 还会让你亲自上机编程 但这种情况不多 那么不管你多聪明 你准备的多充分 在大多数情况下 你都不可能轻而易举的给出算法题的答案 除非运气好 你正好以前做过 那么本课程有一个大卖点就在这里 我会给你分析300多道面试算法题 很可能在面试的时候 这些题目就在这300多道题中 如果没有遇到过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以下几个步骤 去化解面对的难题 第一是要跟面试官沟通 弄清楚题意 这点很重要 这看起来似乎很明了 但事实上很多求职者 拿到题目都没有想一下 就开始提笔就写了 由于没有搞清楚题目 那么结果往往是偏之豪鱼 私之千里 特别是如果你感觉问题 似乎很难 很难入手 那么极有可能是 你对这个题目没有理解清楚 这是一点 所以跟面试官沟通 弄清楚题意 是相当重要的一点 弄清楚题意的一个 另一个好方法是 你根据你对题目的理解 然后列举一些具体的实例 让面试官来判断 你给出的实例对不对 那么我们假设有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在一个排好序的数组中 找到第一个比k大的数 那么我们要弄清题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么跟面试官提问 例如 排好序的数组是升序还是降序 你这里面做一个这个信息的筛选 就是这个提议信息的理清 同时你还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实例 看一看理解对不对 例如你可以问 假定给定的数组是2 10 30 k的值是3 那么你的意思是返回10 还是返回10的下标1 那么给出这些具体的例子 然后让面试官去判断一下 你描述的这个例子对不对 是理解清楚提议的一个好办法 那么弄清楚提议呢 不但有利于更好更快的解题 而且通过面试官的交流互动 打破陌生感 缓解面试由于压力而产生的降化氛围等等 都有极大的好处 这是这个跟面试官沟通要说明的一点 第二个技巧呢 是我们要使用一些想要本 小样本的数据作为思考的入口点 例如对于第一节我们提到的股票交易问题时 你可以用一些小样子的样例来思考 那么比如 那么比如假设我们自己想想 S的数值为12345 或者是18734 或者是19876等等 这些小样本的这个具体实例 然后放到题目中看一看 那么从这些具体的实例出发 结合题目 看能不能引发出好的思路 那么很多时候 当你自己给出一些几个这个具体的数据样本来进行尝试的时候 很可能你就能够通过具体的数据样本来找到解题的一般规律了 这是一个小技巧 那么第三点呢 是要首先想到暴力便利法 那么大家还记得在上一节的算法题中 有一个两层的循环便利 没举出最终的结果 那么一般算法呢 一般算法题呢 例如动态规划 贪婪算法等等 大多都存在于类似于这种比较容易想到的暴力便利法 也就是很多题目啊 通过多个for循环 进套循环有可能是可以得到答案的 先给出这个暴力便利法的好处 也是不少的 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第一是 它给出了后续的思路 我们有了这个暴力便利法之后 在该方法的基础上 我们可能优化得出更好的算法 第二是 写出暴力便利法 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向面试官展现你的逻辑思考能力和编码能力 第三是 有利于你和面试官的思路聚焦到同一方向 这样面试官能够给你更好的提示 特别是你在卡翘的情况之下 第四点呢 是大声说出你的想法 最坏的情况也是最常见的情况 第四点是 OK 就是你的大脑对突然卡住了 那么无法对问题形成连续的系统的思路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要你有任何想到的点或思路 以及一些零碎的片段 你都要大声地说出来 因为将思路的说法说出来 是一个将片段化的不连续的想法进行串联的过程 通过这个过程呢 你有可能会灵光一现 偶然或者是幸运地得到好的思路 另一方面呢 说出来的话 有利于面试官了解你的思路方向 这样的话 他可以一遍 他可以方便地一步一步地给你一些提示 反而引导到正确的解析思路上 即使是最后你得不出答案 通过讲述你的想法 面试官对你的逻辑推理能力 也会比较有比较好的理解和判断 所以 这一个技巧是要大声说出你的想法 即使是你脑子被卡住的情况之下 那么有一点就土一点 有一点就土一点 这样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好处了 第五是我们要尝试使用算法的设计模式 那么有一些数据结构 算法模式会经常出现在算法面试题中 例如你可以想想利用二叉数 链表堆战 套进题目看是否得出有用的结论 或者说尝试使用二分查找法 地规分了自知动态规划 或者将当前的算法设计问题转化为图论问题等等 看是否能够有新的线索 那么这些方法呢将是我们在后续章节中 进行详细详细介绍的重点之在 重点之所在 OK 第五点是这一点 那么接下来这个算法设计完了之后 那么很显然就必须是要编码实现了 有了算法思路之后 那么剩下的一个具体问题就是如何快速有效的编码 一般而言算法对面试对编程语言不会有专门的要求 如果你选取一门你最拿手的 然后通过这个语言把你的算法思路表示清楚 实现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有一些要点呢 在写代码的时候 特别是在写面试代码的时候 大家要多加注意 第一件是代码库的使用 对一些常用的代码库 特别是数据结构相关的基础库 需要在平常多加熟悉 例如哈希表 链表 二叉数等这些基础库的相关函数的使用 平时要注意积累 不要在写代码的时候 突然忘了某个函数怎么调用 这样卡翘的话 就会浪费非常宝贵的时间了 而且特别影响心情 第二是要将注意力集中在算法的表数字上 算法的实现过程中 可能你需要写一些辅助函数 例如对象的比较 哈希等等 这些辅助函数 你可以先 你可以先在预先声明它的接口 但不要花精力去实现 将注意力放到算法主体的描述上来 向面试官解释这些辅助函数的作用 方便面试官理解算法的逻辑主体 那么你跟他说你写完算法主体之后 再去实现这些辅助函数 通常情况下 只要面试官了解了你的代码思路 他是不需要你去实现这些辅助函数的 如果你先实现辅助函数 浪费了时间 算法的主体没有及时完成 这样的话代价就非常大了 那么这一点技巧在后面我们的课程中 我会拿出具体例子 跟大家具体分析和讲解 OK 那么接下来看 那么第三点呢是注意 要特别注意白板和草稿子的使用 一般来说你要是在白板上写代码的话 要尽量从左上角开始写 这样的话能够保证足够的空间 去展示算法主体 像面试官描述代码细节的时候 从左到右 那么说起来也比较符合我们的思维 逻辑时序和习惯 这是一点 那么第四点是对边界条件 要注意进行测试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它体现了你是否足够细心 懂得关注细节 例如注意检查输入的指针是否唯空 使用二分法查找时 宿主唯空或只有一个元素的情形 那么这些条件呢 边界条件呢 容易出错的条件呢 一定要注意判断和处理 如果有一些边界条件的处理太过于复杂 你可以不用写出来 但是注意一定要给面试官提出来 表明你想到了那些复杂的边界条件的情形 要提出来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第五点呢 是在写代码的时候 要尽量的注意保持语法的准确和正确 一般而言 算法面试对语法的要求不是很高 但你要保证不能出现太多或太明显的语法错误 算法实现完成了之后 你要过一遍检查一下有没有明显的语法问题 出现太多的语法错误 会让面试官对你的印象大大的打通折扣 语法出现错误的多 只能表明你平时不注意工程能力的积累 也就是说你的工程实践能力是有问题的 因此出现这些过多的语法问题 会让这个面试官对你产生不信任的感觉 那么第六点呢 是要注意内存管理 如果在代码的某处使用了new来分配内存 那必须要保证在后续的所有可能执行入境上 都要注意通过定例来把这个new分配内存给释放掉 能顺利的释放 注意要把这个已经分配的内存 要得到相应的顺利的释放 那么这一点大家在使用这个C++或C元编程的时候 要注意用Java的话 这一点可能就会轻松一些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看一看面试过程之中谈话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哪些要点 在面试中 面试官往往会针对你过往的工作经历 项目经验的情况进行提问 他的这些问题 他提问这些问题啊 他的目的就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候选人是否有能力清晰的表述复杂的构想或逻辑 表述技能在项目团队中是非常重要的沟通手段 在项目中如果你对系统设计 项目流程有好的想法 你是否能够清晰准确的将你的想法传递给同事 让他们清楚的掌握你的构思 因此在你在跟面试官表述这些内容的时候 我们注意要把这个说话的语速给放慢 注意在表意清楚 注意表意的清楚和清晰 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白板或稿子手写手画来辅助你意思的传达 所以这一点交通沟通的时候 注意表达逻辑的清晰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 面试官会看候选人是否对他的工作保持足够的激情 很多团队在希望遭到那些富有激情的 拥有主动精神的员工 这样有利于推进团队的士气 如果你对工作饱含足够的激情 那么你谈到你以前的工作经历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变得精神振奋 两眼放光 所以面试官要你谈谈你以前的项目经历的时候 你最好要挑选一个让你最有收获 最有成就感的项目 而不是那些看似技术含量高 但你不感兴趣的项目 所以这是一点 在谈话中要传达一定的激情和振奋感 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第三点 我们看一下要注意的是 要保持诚恳和诚实 不诚实啊 往往是面试中非常致命的缺点 在简历中或者是在面试官的交流中 切记夸大你的 切记不要夸大你的技能水平或项目水平 比如如果你没有写过Python代码的话 你就不要在简历中强调你对Python很熟练 对过往项目经验的描述要注意保持一致性 特别是有一些面试官会在暗中相互配合 那么相互配合分别询问你同一个问题 然后看你两次回答是否是一致的 有时候有些面试官会假装在某些方面他不懂 让你给他解释 这时候你要保持真诚 懂多少就说多少 切记夸大 面试官很可能就是该领域的专家 你要以为他不懂 描述时蓄意放水 那么就很容易被面试官看穿了 OK那么第四点是这样的 我们在谈教育的时候要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俗话说就是要在保持正能量 在面试中保持正面的心态 有利于暗中感染面试官增加你的印象分 这一点需要给大家强调的是 有一些同学在前面的面试中可能技术发挥的不是很好 在后面在谈话的时候就垂头上气 像淹了一样 那么这点是很致命的 无论前面做的怎么样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所以在后续的谈交谈之中 仍然要注意保持积极正面的心态 这样的话能够极大的增强 面试官对你的好感度 所以这是一点大家要注意的 第五很重要的一点也是不要随便道歉 有不少求职者倾向于提前示弱 爱道歉就是一种 那么例如说很喜欢说不好意思 我在大学时的成绩不是很好 对不起我在编码界隆上需要多加强等等 这种逻辑啊 他们说这点话的逻辑啊 是希望通过提前示弱的方式 好好面试官 以便面试官在面试的过程中 减少刁难或者测试难度 那么这种做法呢 一开始就错了 一方面你的不自信会传递给面试官 让他在心理上轻视你 降低对你的印象 再者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 你更不可能期盼别人能够看好你 所以不要随便道歉 保持一种不卑不坑的状态 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表现形式上的 要注意的一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第六是在交谈的过程之中 要注意自体语言 多进行眼神交流 说话的时候 看着对方的眼睛 不要弯腰驼背 握手时注意力道 最重要的是 脸上要保持良好的微笑 保持微笑是很重要的 将你心中的愉快传递给对方 那么加深对方在心里 对你的依赖感和良好的感觉 这样有利于增强 我们面试通过的效率或概率 第七点要注意的是 不要在技术面试中谈钱 工资福利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但必须留着跟HR谈 跟你面试的大多都是技术方面的工程师 你跟他们去谈这些方面 就有点类似于牛头不对马嘴 是一个这个技术面试中的大忌 大家千万要注意这一点 第八点是 无论如何都要保持镇定 有一些面试 为了测试求职者的心理素质 就会在面试过程中进行压力测试 例如猛然给你提出个很困难的问题 或者面试官在态度上表达很强硬 专门给你挑刺 或者对你的答案进行各种 看似没有理由的指摘等等 即使你是答对的 他也给你鸡蛋挑骨头 那么这些做法呢 可能暗地里都是在测试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看你在面临不利的情形时 能否保持自我 所以此时你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保持一个不卑不亢的状态 那么保持一个镇定 把镇定如始而终的从头保持到往 那么这样的话 就那么整个面试流程下来 会让面试官给你留下 会给面试官留下还好的印象 所以这是交谈中的第八点 那么以上的这些信息呢 是我们在交流之中需要注意的 也是交流之中 也是在后续的这个课程之中 那么我们需要着重去培养和训练的 那么最后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仍然要知道的就是 要学会从失败中学习 那么不得不承认呢 失败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 不管我们平常准备的多好 平时有多努力 我们都不可能通过所有的面试 所以我们要从每次的失败中激起军演 以便增强下一次成功的几率 如果是因为技术实力不够而导致的失败 那么回来之后要确认自己在哪个技术点上比较薄弱 进而努力补强 很多时候面试不过并不是技术的原因 可能是在面试中你的表达不清楚 或者是其他竞争者的技术实力与你相当 但相关的工作经验比你丰厚 所以offer就给了他 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从hr处得知我们失败的原因 所以我们必须自己主动的去思考总结 那么记住呢 最大的失败就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失败 所以从失败中学习 那么不仅仅是在我们的这个面试过程中 或面试技巧中需要总结的心法和经验 在我们自己的人生之中 从失败中学习也是最大的人生智慧了 所以以上几点呢 是我给大家介绍的面试的流程 心态建设以及相关的准备 那么里面谈到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要点的 一些技术要点能力的培养呢 在后续的课程章节中我们会详细的展开 所以这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所以感谢大家来到Cody迪士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后面的课程 谢谢大家